直到三月下旬,胡雅廷来到父母家里,他对父母说,一涵下半年要小生出了,我和丁维想让他读武汉十一中。 胡雅廷露出难色,上这所学校竞争太激烈,依涵的数学成绩差,很难通过自主招生考试,通过学期户籍上这所学校才保险一点,但学校要学生户籍与实际常住地、房产证三者一致,而且房产证产权人必须是学生的法定监护人。 胡冲文夫妇所住房产,是医中的对口户籍区域,他冷淡地说,你是想我把房产过户给你? 胡雅廷点头说道,爸,我们得赶在学校招生报名之前办好过户手续,谁料胡冲文勃然大怒,这么好的主意,是不是李丁维想到的?再让你来当说客,胡雅廷连忙辩解,你想多了,我们只是为了一涵能读个好学校。 胡冲文却不以为然,你别拿一涵挡挡剑牌,胡雅廷只得作罢,碰了一鼻子挥走人。 事后,何燕劝为丈夫说,就算你对女婿有意见,别对女儿罚那么大火啊,况且他们有房有车,不是为了一涵读书,不会动这个念头。 胡冲文愚怒未消,就算是这样,可我把房子过户给女儿,不就成了他和李丁维的共同财产?岂不是白白便宜了那小子? 半个多月后的一个周末,胡雅廷一家再次登门,胡冲文以为他们又是来游说房产过户的事儿,便先发指人。 我尊重你们的意见,也为外孙女考虑,可以过户,但你们也得到公证处办理公证,证明我把房产单独给了女儿,是属于她的个人财产。 如此直白的话语,让一旁的李丁维十分尴尬。岳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,哪还讲什么情面?李丁维也不示弱,语出惊人。 爸,您老就不必费心了,我们不要您过户房产,我已经找关系,把意涵搞尽了重点中学,今天我们一家登门,就是想告诉二老这个好消息。 此言一出,胡冲文更为尴尬,女儿一家走后,胡冲文就对妻子说,那个李丁维分明是故意让我出丑,这小子心机太深了。 而李丁维对岳父也积怨重重,他回家对妻子埋怨说,我们结婚都十几年了,你爸还把我当外人房? 我掏心掏肺地为他做了那么多事,还是物不热他的铁石心肠。 此后,除了李一涵因为上下学,离外公外婆家进,常常留宿外,李丁维夫妇很少上门了。 2012年6月中旬的一天,何燕打电话叫来女儿,胡雅廷一进门,何燕就把她拉进了卧室,身色慌张地说,出事了,你知道你女儿得了什么病吗? 原来,李一涵最近总说尿痛,而且内裤上还有分泌物,何燕带着孙女到医院看病,经过化验检查,她患上了非邻君性尿道研,胡雅廷如遭半喝,哭诉起来。 还这么小,得这种病,肯定是李丁维这个王八蛋,在外面鬼魂把病带了回来。 胡雅廷回家以后,和丈夫大吵起来,李丁维有口难辨,提议说,我和你明天一起去医院检查,看有没有问题。 第二天,夫妇二人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,二人并无问题,胡雅廷还是将信将疑,他质问丈夫,那女儿怎么会得病? 李丁维默不作答,但是他心中似乎已经有了答案。 六月二十四号,李丁维趁端午节假期,约岳父到东西湖一个渔场钓鱼。 期间,李丁维试探地说,爸,义涵得了那种病,我和雅廷到医院检查都没有问题。 我建议您带妈妈也去检查一下。 胡崇文听了十分生气,你什么意思? 是我有病传给医涵的? 你难道忘了,你带我去做个检查? 我可什么病都没有,现在你竟然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。 说完,胡崇文拂袖而去。 七月八号是何燕的生日,李丁维并没有到岳父母家来,胡雅廷给母亲送了份礼物。 何燕看女儿脸色憔悴,关切地说,你不要有思想包袱,夫妻间要信任。 胡崇文伺机抢话说,李丁维不值得信任,我太清楚她的工作性质了,应酬多,交际广,稍微疏忽,就会把持不住。 何燕打断丈夫的话,你喝多了吧,人家检查过,是清白的。 胡崇文不以为然,他现在清白,不代表他以前清白,兴许是他把病治好了呢。 胡雅廷被父亲的话引爆了,他回家要丈夫如实交代,并提出离婚。 通过妻子的言语,李丁维知道岳父竟然用如此恶毒的话,来挑拨他们的夫妻关系。 当晚,他就打电话和岳父争论起来,胡崇文自知理亏,把电话挂了。 此后,李丁维到西安出差去了。 期间,妻子仍然通过电话和他吵闹不休。 7月16号,李丁维出差一回来,就到了岳父母家,对岳母说,我是来接一寒回家的,他今后不能在这儿过夜,你们这儿的毛巾盆子可能不干净。 胡崇文知道女婿的前台词,是按时他把性病传染给了外孙女。 女婿和外孙女走后,胡崇文惊出了一身冷汗。 她觉得,再这么闹下去,女婿迟早要当着妻女的面,接她的窗疤。 妻子肯定会与她离婚,女儿也会赖她把性病传给了遗憾。 那样,她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。 为了安抚女婿,胡崇文想找机会,和李丁维深谈一次。 7月23号晚,胡崇文约李丁维到茶庄喝茶,他触景生情地说, 丁维,你总能逃到全国各地的好茶给我。 现在想想,你真是个重情义的好孩子。 李丁维并不买账,重情义又得到什么好下场? 还不是被你当贼仿? 被你害得快离婚了,甚至被你害得女儿得了那种病? 女婿的话如同利人,一刀一刀地在弯她的心。 胡崇文大翻旧掌,不靠我,你能有今天? 我把女儿嫁给你,给你好工作,给你铺路,你还如此羞辱我, 还怪我把病传给了外孙儿。 李丁维打断他,你之前检查是没病, 但谁知道这么长时间,你又去了那地方没有? 李丁维的话音未落,已经被胡崇文重重地扇了一耳光。 你真不是个东西,我一定要让雅婷跟你离婚。 那么接下来,李丁维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报复岳父呢? 欢迎您关注行长女婿的刀尖之舞的下半部分。 请订阅一下 Gatina 建与电视频